垂掉诸天 第二卷 第四集 天要黑了 北风粗略地算出这个数字之后 都是震惊了 十万块灵精 要是全部用来提升修为的话 足以让自己的修为 修行至不灭尽的巅峰 这还是北风底蕴 远超常人深厚 修行所欠的资源 比起常人多出太多的情况 灵精之所以珍贵 不仅仅是因为 其中蕴含的高等能量 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高等级能量之中 蕴含的天地的大道法则意志 用灵精修行 更加容易冲破瓶颈 只是一口全眼 就有这样的收获 那么整座城池内房屋无数 该是多么庞大的一笔财富呢 北风的心 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以最快的速度 将所有蕴含灵精的石块 席卷一空 身子自全眼之内钻了出来 北风的院落中 再次仔细地搜寻起来 只是很可惜 除了那些 长势旺盛的杂草之外 再也没有其余的收获了 北风不带停留 腾空而起 小心翼翼 生怕超过高度呢 就会直接被泯灭 落入到另一间房屋之中 院子里 同样长满了杂草 一片绿意 没有 北风有些愣住了 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 再次腾空而起 一连搜寻了 数百座房屋 同样是一无所获 原本以为 这圈也是 城中每家每户 都具备的水井 结果失算了 北风摇了摇头 感觉自己 再这样没有目的的搜寻 效率太低了 看来 如我想象中的一样 这座城市内的种族 尽管是遭逢了一遍 可达到如此地步的种族 也不是随意就能够泯灭的 看来当年遭逢一遍之后 这个种族 直接离去了 北风暗暗地想着 甚至猜测这个种族 说不定直接离开了 先天神魔 这一方小世界了 有如此文明的种族 在先天神魔陨落之后 想进入这一片小世界 应该不是难事 在离去之前 这个种族 直接能够将带走的物品 都带走了 是以北风进入房屋之内呢 才会这么干净 北风越想 越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那岂不是说 这一行的收获 远没有自己想象之中 那么大了吗 北风的心情有些低落 就像是发现了一座金矿 一脸兴奋地准备大干一场 结果却发现 这一座金矿 早已经被人开采一空了 北风稳住心态 吐出了一口浊气 管它呢 反正也比蜘蛛 当成储备粮来得好 不过这座城太庞大了 这样一间一间房屋的搜寻下去 还是太慢 必须要有所取舍 北风思索着 放弃普通的房屋建筑 越是庞大的府邸 说明其主人越强大 家大业大之下 总不至于搬得干干净净吧 遗漏的几率更大 北风有了决断 腾空而起 站在了高处 向着四方看去 城市太庞大了 北风也分不清楚 哪里才是中心 目光所及之处 三栋比寻常的房屋 占地面积 大十几倍的建筑 出现在北风的眼中 这三栋建筑距离北风 数万里之遥 这也是北风将原力灌注眼中 勾动天地法则 才能够窥视这么远的距离 数万里之遥 对于北风而言并不算什么 只是片刻 北风就出现在了 第一栋建筑之内 搜寻了一番之后 北风一无所获地出来 心中已然有了猜测与准备 因此北风的情绪 倒是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一路走来 四周安静无比 城市太过庞大 上亿数量的森林 进入其中 也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北风没有见到一头 与自己一同被带入 这座城市内的森林 方圆数万里内的 最后一座了 北风脉步 进入到建筑之内 一进入其中 顿时一股药香 就传入到北风的鼻子中 北风的精神一震 急忙向着院子里赶去 一头扎进了 茂密的杂草丛中 哼 我的想法果然是对的 北风看着眼前这一幕 顿时大笑起来 眼前是一片药田 土壤呈现了七彩 倒到色彩斑斓的烟雾 不时地自土壤之中冲起 这一方药田不大 与建筑相比不知一提 药田不过 方圆数千亩 其中长满了一颗颗 粗壮无比的杂草 北风注意的不是这些杂草 而是隐抹于杂草之中 一株株神异的药材 一眼望去 药田内稀稀疏疏地 生长着不少的药材 每一株药材呢 都是达到了主要的层次 这些药材 不知道生长了多少万年 每一颗的品质 都是堪称巅峰 想来 这些药材是此处主人当年离去的时候 没有带走的药材 繁衍而来的 北风猜测着这些药材的来历 很明显 不可能是此地主人特意留下的 或许是当年离去的时候 只是带走了药田内一些成熟的药材 而一些幼苗呢 得以留了下来 繁衍生息 又或者 仅是此地主人 对这些药材看不上眼 并没有理会 但是在北风的眼里 这却是珍贵无比的 可惜了 漫长岁月之中 不知死了多少药材 枯容了几回 北风感觉到心疼 主要也是有年限的 不可能一直积蓄药力 除非是一些主要呢 能够蜕变成为神药 才能够再次地延长生命 这里的药材不断地枯容 开花结果 而后本体枯萎 种子落地之后呢 再生长出幼苗 经过漫长的时间 幼苗成熟 而后生命走到尽头 再次重演 北风费了一番功夫 将所有的药材都采在一空 289株主要 不错的收获 这200多株主要的药力 比起我的小世界内 种植的1000多株主要的药力 更强 北风的心情不错 感知到一株株的 组药内蕴含的药力 更是远朝自己 小世界内的组药 北风没有赶尽杀绝 一些生长年份 还不够的药材 尽是留了下来 或许无数年之后 也是有人 有机缘巧合地 进入此城 再来到此地 那个时候 这些年份还不够的药材 应该就能够收割了 至于药田内的七彩土壤 北风不是不想将之收走 只是这个药田 古怪无比 北风拼尽了权力 也根本撼动不了 这块药田 就像是这块药田 与此城 完全链接在一起一般 再次搜寻之后 北风意犹未尽地 离开此地 时间就在北风 不断地赶路 与寻宝之中流逝 天色逐渐地昏黄起来 天空之上 庞大的金屋尸体 也是逐渐地收敛了光芒 开始暗淡 金屋收拢双尺 开始一点点地垂落 与此同时 正在兴致勃勃 减薄的北风 却是猛然感知到了 一股惊天的危机 危机之强烈 远超以往 北风浑身呢 都是不由自主地 颤立起来 精神紧绷 随着金屋的下降 危机越来越强烈 强烈的危机 让北风有种 快要疯狂的感觉 全身的美丽细胞 都是纷纷在呐喊 汇成了一股洪流 冲击着北风的真灵